失戀是一個寶貴的經驗 提升自己的 很不同的 提升自己的 很正面、很積極、很有意思 失戀都變得有意義 要生要死 好像沒有了女朋友、老婆 沒有了人生意義 就是同一件事 為何會導致這麼不同的結果呢? 就不是件事是原因 而是你對件事的看法 這就是applications的看法 事情本身不會困擾你的 你對事情怎樣看才困擾你的原因 這個其實有一些哲學的道理在這裏 明明這個說法 這個就是超越行為主義 因為行為主義直接就是 講一件事 導致你這樣的行為 動物是很對的 因為動物是很本能的 愛在自然發生決定的一切 賭餓 就要吃東西 頸渴就要喝水 動物要找公圈 完全是被決定的 很自由的 但是人不是嗎? 人有時候就是 那樣東西 我怎麼看過做 我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很不同的 那這裏是捕捉到人的 這些比較理性的那邊 這個是ABC 這方面 有問題嗎? 就是上高的那三個 你現在那個DE是甚麼時候 跟著解釋了 跟著解釋了 這個就是 那個問題的產生 起源 但是怎樣去解決問題呢 就靠下低兩個了 所以就類似 所以我甚至有時候懷疑 什麼是個PACE方法 有沒有受到影響呢 我有時候懷疑 因為都有點像的 一上高就是 下高的問題 那個根源 來源 屬於問題部分 下低就是解決問題方法 那D是什麼呢? D就是 Disputing interventing 博釋干預 博釋干預 就是一個 理程行為的治療師 或者輔導師 他是對人的不合理的信念 不合理的信念 就是把事情看得很負面 好像離婚 就好像世界末日那樣 沒有人喜歡我 那個人嫌棄我 這樣跟你expule 跟你在那裡辯駁 你這樣是錯的 這樣是不正確的 他告知你有Effect效果 效果就是認識到 電視可以很正面看的 人生的磨裂 提升我們人 人生的修養 好事來的 譬如這樣 他導致你有新的信念 導致你有新的行為 這個就是理程行為 心理輔導的原則 這個清楚嗎 那個model很無聊解 很無聊解就是 不是這件事導致我們 有什麼情緒 而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要解決那些情緒 緊緊困擾 不是從事去做的 不是去改變這件事 很多時候事都可以改變 改變是我們對事的看法 尤其是不合理的信念 很負面的看法 其實同一樣東西很正面 失業可以人格的提升 失業就是人生的磨練 可能是這樣的 或者是 總一樣東西都可以 正有負兩方問題 從老處看 看得到很正義 很正義的時候 結果很不同 很不一樣 事情都是那些事情 但結果很不同的結果 如果經過一些理性程序 去處理一些不合理的信念 這就是理性行為 心理輔導 那個主要的原則 有問題嗎 所以我剛才說 跟什麼國都很相似 這是屬於問題部分 這是屬於解答部分 最後都是有新的情緒 心的一些行為 正面的行為之類 好了 如果明白ABC model 我們可以再分開問題部分 還有這個是輔導部分 兩部分再詳細些去說明 問題部分就是人生問題的起源 其實ABC model 很清楚就是我們怎樣看這件事 這裡進一步我們可以補充 就是有兩方面的 理性輔導 所謂的不合理的信念 主要是兩方面 一方面剛才說 就是負面的那些看法 這件事通常有正反兩面的 往往就是看負面 負面的時候 越看越多 問題變成了沒有問題 變得都有問題 這個俗語說是容人自擾 世上本無事 容人自擾之 因為有些事情對於很多人 沒有問題 是你自己看得這麼大的問題 是你自己的問題 所以一些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理念 我們改變了就不會有問題 這是其中一方面 剛才強調的 還有一個方面 它很強調就是 很多人經常有一些必須 應該這些的判斷 這些問題是要不得的 那些Musk 那些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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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錯的 比如說 我不是這樣對人 沒有人要我 我不是這樣去行動 我會死的 譬如這些 就是 一樣東西是教條主義 色體的問題 這些都是一些 不合理的信念來的 不合理的信念 這已經導致很多情緒 等等的問題 即是說 我不是這樣做 父母不要我 我不是這樣做 男人分 field我 這些 這些是觸迫了自己 硬梁要無法選擇 一定是這樣的 反正這些應該一定呢 很多時候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就自然帶出很多情緒等等問題 自我好换機形象 這也是我們處理不合理的信念 是要處理的內容 這個說法有問題 沒有話說一定不行 但是那些很負面看見的人 經常都看到很多東西一定是這樣 不是這樣不行 結果很多東西都不行 結果經常會想法就是 我沒有用 我是廢物 我什麼都失敗了 結果真是內容了自己之後 就不是這樣變成這樣 所以一定要對峙這些 這就是在問題方面我們作個補充 在解決問題方面 其實理程行為的輔導方法 它是有很多很多內容的 這個內容我覺得是 就算講作輔導的人 都應該承認他們價值的意義 要吸納的 不是說理性 理性始終是屬於思想的層面 但是我們是怎樣落實在現實行為裏面呢 這裏讀哲學的人是經常不虐的 特別是西方哲學 就好像你明白道理 你自然做到 但剛才舉個例子不行的 例如你說恐懼症那些 你怕狗 你不是知道狗不咬人就不怕 你仍然情緒就很怕 有些方法教你一路不怕 你才能夠將理念落實到的 而理程行為心理輔導呢 就很著重將一些正確理念 如何落實到行為那裏 但將一些不正確理念 在現實上如何改正它 當中有很多很多方法 例如分開幾個層面 有認知的方法 有情緒的方法 還有有行為的方法 所以他們比起剛才講的 認知治療方法呢 它是全面很多的 有些人甚至說它是一個 集大成的一種心理輔導方法 因為以往的心理輔導方法呢 例如行為主義 主要就是講行為 佛樂醫德 主要就是講潛意識那些 但現在這個理性 情緒行為治療呢 就集大成的 又講認知層面 又講程序層面 又講行為層面這樣 名字都改了幾次 因為最初應該是叫做RT 理性治療的 發覺好像是說理性不行我這樣 然後RET 講完情緒 理性情緒治療 發覺又不行了 那又講理性情緒行為治療 那這樣就行了 一件事都 應該都理性判斷的 不是只認知 還有時候我們實際的行為 我們有的情緒都影響我們 我們理性認知的 所以幾方面兼顧 做功夫呢 就會落實到我們正確的理念 那這樣 那這裡呢 我重量精簡地講一講 他講的那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些我覺得就很接近 中國就講功夫的部分 所以這是可以互相去兼容的 我最欣賞行為輔導方法 就是這一方面 理性方面呢 其實很多問題 那一會兒再講個案體法 但是這些很具體落實的 那些呢 正正是讀治學的人 最忽略的 甚至於中國學治學 都沒有講得這麼具體的 這是要學習的 比如包括呢 就是說 認知方面有什麼方法呢 比如第一 就駁斥非理性的信念 這就是辯論的 這很有趣 一般經常有印象 心理輔導師呢 很體貼的 你講什麼都對的了 那些其實是其中一些派別 比如說是人本主義 Car Rogers那些 你說什麼都對的了 行程理 那些 但是其實這個理性 情緒 行為 輔導呢 就不是跟你辯論的 喊餐死的 甚至是喝你的時候 就是你不對 譬如這樣的 就是實際上理性 是真的要辯論的 通過 那就是 駁斥非理性信念 是特別需要的 你那些 不恰當的應該 必須那些 你那些不恰當的負面看法 是要釐清理的 和你辯論的 和你辯駁的 所以那些 就是那些 那時梁錦棠 他們會的幹事 他都講過 有時看一些帶 很不客氣 就是那些理性治療的人 真是駁你的 就是罵你的 就是如果不對 就是 那些讀哲學的人都會這樣的 就是教導的 就是著動一下 就是講理性風 是比較 就是看情況 就是他都會知道 以來道理強那邊 就是會有些 他都會 就是他都會有技術性的 他說 最初呢 都會Fan些 最初 開頭第一次 第二次來 都會客氣些 慢慢熟了 你接受到他了 就駁你 因為他糾正理性 真的要駁你 不同的 就是 你正面的發展出來 就是這樣 不是那些 你錯就說你錯 你不知道自己錯 你經常抱著那些負面看法